好我们继续我用12台的这一个 到时候呢我们还要稍微 这些功能呢会稍微提醒一下 但是我们因为只有三堂课 我们讲主要的功能就好了 照片呢或马克杯 你最常用的就是要加这些物件 加这些物件有什么好处呢 它是可以再修改的 举例你放了照片 一定会想要一些纪念文字 这里有范本 但是我觉得不怎么好看 好随便点一个 这上面有没有写文字 最容易发生的一定要强调 各位都是用注音对不对 注音记得要选字后要按enter 我用注音好 不对 这不是注音 好这是注音 然后我就选了二 有没有看到帅在这里了 老师这个坏掉 字没有进去 因为注音选完字要按enter 你没有按enter它就没有完成 字就不会进去 这个小细节要请各位留意 因为我们我不是打注音的 学生常遇到就是他打完字以后说 老师字没进去 有没有看这里下面有虚线 有看到 这个虚线就是还没确定 请你按enter 它就进去了 这样可以吗 这个字不好看 等一下我们来把它弄好看一点 请各位先按t 随便同意选一个好了 选红色的 选好红色的以后 这个是不是可以移动 物件的好处就是 可以之后再修改 这边的都不能修改了 这边画上去就固定了 请各位等一下按t 红色的 然后在他身上 你可以 等一下我这个先关掉 这个 它有挑出 里面有重要的 我们先不用 我们等一下在里面再详细讲 因为你做马克杯 一定会留一句话吧 对 所以我们加字 我们怎么样做美美的字 我们这则先讲 各位等一下直接在上面打 打你想打的字 美好的一天 类似这样子 可以吗 好点它才会出现 没有点不会出现 这东西有没有在 好等一下请你点它才会出现 第一步是什么 t 第二步点一个文字 第三步在他身上点一下 在上面改你想要改的字 这个一定要关掉 你没关掉 你就发觉你都不能动哦 用完了要怎么样 如果他还在你没选啊 刚刚是因为我没选 我如果有选 他自己会关掉 这样可以吗 好统一选红色的 等一下我们统一来改变格式 好请各位先去按右边有一个t 我先去按右边有一个t 我先来按右边有一个t 那我先去按右边有一个t 我先去按右边有一个t